吉隆坡甲东一名43岁的妇女 控诉一名来自森美兰马口的妙柱 骗财又骗色 不止迷奸她 导致她的家庭破裂 过后又向她借下了12万5千令吉 妙柱更和妇女在随后的对峙当中 挥拳打人 还顺手牵羊 搜刮了妇女的家中财物 妇女忍无可忍之下 召开记者会 揭发了这一名妙柱的恶行 来自吉隆坡甲东的43岁郑女士 5年前因为生意不顺遂 在朋友的介绍下 认识了森美兰马口 一名60岁的妙柱 事主控诉 经过多次接洽后 妙柱在一次外出时迷奸了她 事主事后得不到丈夫的理解 16年的婚姻就此告吹 妙柱随后劝阻事主不要报警 并且用尽甜言蜜语取下婚姻承诺 事主在后来惊觉 原来男子是有家事的人 你不是18、22的人 没有人会相信你的 更何况你是有年龄 然后你也生过孩子 然后我也会 将来我也会很爱你 她这样子讲 她就叫我不要做这些傻事 她讲两个人就好好生活 过后呢 我们去拍了婚纱 再我们就去结婚 因为她没有跟我讲 她有太太 她是跟我讲 她离了婚 有一个孩子 谈及自己的破裂家庭 事主哽咽指控这名妙柱 用前夫和孩子的安全来威胁她 该名妙柱也以各种理由向事主借钱 前后一共欠下12万5千令吉 事主在今年的1月17号 在家里向妙柱追讨债务时 性格暴躁的妙柱还动手打人 回到家呢 她将我的头就是杭桃买床 几次 现在已经 在这里现在已经消了 还有一点点种而已 然后过后呢 她就 我的伤 这里没有了 这里还有 只是这边 这边还有黑青的 这里还有黑青的 还有一点黑青的 她搭了我过后呢 她上去楼上拿完我的金器 我的cash money 还有我的手提鲜花 郑女士公开自己的经历 希望不要再有人受骗 也要求妙柱归还金钱 更希望前夫和孩子能够原谅她 而行动党联邦直下去 公共投诉局主任游家豪也表示 会协助郑女士跟进案件进展 并提醒公众 小心这一类以宗教知名行骗的诈气案 巴都空间黄历会吉隆坡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